作词 李宗盛 文科却没旧有 踏到读音也寂寞 曾却老是错久 第一年到香风树 初日子江湖 而后踏破小之路 一梦斩一骨 逼而年无知西湖 快军奉剑术 再燃将昏葬银海 共放分胜负 放春春心 小谷为人 快愿愁 冬马唱歌 春剑风顶 浓河浊血色 灵烟歌声寄望着 初却潇散 也曾落寞 电雨当剑 只看酒桌 相逢结尾 红尘过客 总多颠簸 何人有笑 编起用 忍逆音乐拥 中文章 黄大山 悟空 小谷为人家 昂涮出 浓河帷 黄大山 虽然有声 十五百音乐 混音乐 大山 虽然有声 梦 古朴 三泰河 河 冬马唱歌 冬马唱歌 祝福 四百产 音乐队 成为三全面智 三载豪街巨翼 龙正虎斗 凡复独影天落 树云风流 巨暗飞烟摘仙草 火雨儿海盘中 明朝夕雨它响起 冷月晚风较久 第五年醉稻军山 流连而忘返 土与家国分争乱 士兵为长安 第六年逐路通缘 披肤当冒战 江湖带游行人线 云霞听书传 仓存之心 笑不为人 快愿愁 纵马唱歌 不见 怒江之上 不要踏空锁 揚揚操澡渾消沉河 初却潇洒 也曾默默 愿意当前 只看成拙 平安江山 先例解锁 言语为我 转把今夜说 她的故事变至此 不宜久 中天明月 一落山丘 嘴里胡走 可清风 她已睡去 我白红手 我白红手 中间 间断的那个 中间啊 是白 白粉丝的蜘蛛啊 太厉害了 那你直接来人家那里的蜘蛛好了 草木也都不会草吗 那你也知道看一看人家蜘蛛是什么 那你也知道蜘蛛是什么 那你也知道蜘蛛是什么 你要接一只的蜘蛛吗 你要接一只的蜘蛛 那你也知道蜘蛛是什么 谁在翻语覆雲掌控这天下 暗散街空空 荡上红绵烟花 啊 刚才那首歌 刚才那首歌就说下 你刚才不会跟你们说话 刚才在说月月 哎 你自己好好写你的 我在跟直播间的叔叔阿姨说话 什么 可以说让亮亮去培训 没有 人家亮亮只是负责 那个平台 只是负责平台的 你们要搞清楚361 361 人家361他这边的话 一个是一个是零售 大中 跟总部总部平台 你们平时平时的轨迹啊 宣发 然后那个 职位更高的 是361的官博那边 就是直属的 直属的 总部 包括抖音 包括其他的什么 那个那个淘宝 天猫这些的 是属于 是属于总部 总部 361度 是零售 然后 你们说啊 让太子爷管 或是干什么的 因为他是没有办法越权的 因为他们是做零售的 零售那边是前种的 是前种的 是前种的 是前种的那边 是负责管零售的 然后 平平台 就是商务报表 最好看 最好看 其实是平台的 知道吧 知道什么叫平台吧 你们应该都知道 什么叫平台吧 就是呃 那个抖音啊 还有那个天猫啊 就是这些直播的一些内容的 零售是零售 大宗是大宗 总部平台是总部平台 因为零售这边是人家 是来你这里拿货回去买 属于经销商型的 知道吧 属于经销商型的 然后你让零售 这些人 还有这些其他的类型的 要懂的 你们总部这边的一个 get到你们总部的东西的话 是很难的 是很难的 为什么他卖的东西 他只要在一个质量跟价格 还有市场的一个一个竞争 这块是按照总部的这边的经销 经销要求来做就可以了 他有没有必要讨好你们 为什么呢 因为像这种热卖款 卖爆的 只要是跟CP这边有关的一些元素 卖爆的 卖爆的这些款式是基本不会下发给零售的 懂吧 他是基本是不会下发给你们给给零售这边卖的 为什么因为他总部这边都不够卖 他怎么可能还让那个零售卖呢 所以你们买361的情况 买361的东西最好是线上买 线上买 为什么因为你在线上买 你在线下买赚到的钱 人家只是给加盟费跟成本这边是给总部这边的 你们如果说就搞不明白这个的话 你们去线下搜索委屈是正常的 为什么 因为门店那边的对接 门店那边的对接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是直接对接你爸的 他不像361的总部 总部是直接越过工作室 直接跟你爸对接 就是直接抠你爸电话那种是直接越过 越过经纪人 越过工作室这种 然后他他那个经销商这一块的话 他对接不是对接你爸本人 他是对接工作室 为什么 因为总部这边的话基本上 只会安排代言人的行程 然后那个落地 落地这块的时候的话是地方 地方经销区那边的区域 总监这边来负责 来负责这种类型的 线下是你们是没有 很少会在那个 除非是官博 除非是比如说是比如说361的官方 微博那边 他说指定你说比如说是我在江西 我在西语的门店 那边是你可以去哪里购买轨迹什么之类的 那里的门店才会有 不然的话你去别的地方 是没有办法是买到什么大吉大利啊 轨迹啊 什么扫子帽这种是没有的 基本上这种他是直接在平台上面 已经是直接在货源端买断了 懂吧 他直接会在货源端买断的 你们去线下买的时候 其实会比线上 就是你说他跟线上价格是差不多吗 没有是会比线上贵那么一点点的 为什么因为他一些地租什么之类的时候 他还是要还是要要要有这些钱的 知道吧 就是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 你们都没有搞明白什么叫平台平台直售 平台直售是越过经销商 直接跟货源商这边卖 人家直接是在货源端这边才是属于大中平台 大中平台是太子爷他们这边管 钱总管的是361度的零售平台 差距很大 基本上是不会 你们发现没有 基本真的很少会在你们的实体店那里能看得到 你们要买的款 为什么因为他直接在平台货源端已经卖断了 已经预售预售这种情况了 知道吧 这种预售情况了 他是只有在说是我指定 我指定是你要去哪个门店那边的时候 他有 他会告诉你哪里有哪里有的时候 就是总部这边有给那些门店零售 零售商这边有发货过去 有发货过去支持门店的那种 但是正常情况 热卖的产品直接在平台已经是卖完了的 而且我前几天我就跟你们说过很多 说过了 我说过了他是有大众平台跟那个跟零售零售商区别的 你们自己如果说是分不清楚的话 我也是没有办法 你以后你在线上买就可以了 你想要的款很少能在线下能买的 知道吗 你线下是基本是看不到那些报卖款的 什么你突然对361不喜欢了 你去只要你去买你喜欢的东西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这边就算是去官博那边骂 也没有用 为什么361的官方微博是管不到361度的 嗯 因为他的他的 一个是一个是平台一个是零售 对对 两条线 他的直辖 那个管理直辖是不一样的 不一不一不一样的 所以你们就会发现我在线上买的时候 为什么我的客服非常懂我的梗 然后对我服务态度又很好的一个情况下 是因为人家的是大众的平台这块是太子爷他们那边 是培训过的 嗯 懂吗 就是去旗舰店是有用的 但是你要看清楚啊 361的旗舰店跟361的 361度旗舰店 还有361度 哪哪哪分支的分支分支的那些什么什么太原平太原旗舰店什么之类的 他会有很多的一个区别的 你们看清楚 是是官方361度官方的一个直播链接 给你你的链接 那个才是属于人家真正的 人家大宗属于直立于总部的 他只要是卖衣服的都会有零售的 对渠道对就是渠道的一个问题 你就会发现为什么线下服务态度跟线上差这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人家线下的人不需要讨好你 为什么 因为他本身就没你的口爱 对他都是一个公司的 但是那么大的一个公司 你说我们负责 就比如说我是人力资源部的 人家那边是财务部的 你要我财务部的去管人家人力资源部 你说有可能吗 有可能吗 你不买线下不就行了吗 线下也没有你要的款啊 是不是 你线下也没有你要的款 你线下是没有办法买到那种花花鞋 那些花花鞋啊 那什么大吉大利啊 那些什么鬼祭那些衣服 是很少能在线下看得到 线下那边是直接都是卖 不是 线下直接投诉 投诉到怎么你想太多了 比如说如果说是我总部这边 我会要求一个是你不能溢价 然后的话各方面的 就是我按照我的总部这边的一个经销经销要求来 或者是发布他这个活动的时候一个视频 他把你屏蔽掉了 然后他一样完成任务啊 为什么他就算是发蘑菇的 他已完成任务了呀 他没有违反你任何你总部这边的一个经销经销要求 懂吗 人家没有违反你任何经销要求 关键是人家对接的 又不是你爸对接的是工作室 你还指望就是工作室那边的人会对你们有什么好感吗 我买我买这些基本上不会去实体店买的 咱们只是 他说那是不是算两头吃 其实我跟你讲就是 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 你不买可以 但是你就要看你在哪边开心 为什么 因为他是如果说是大中平台的 就是太子爷他们那边就是他会舔你 但是去线下的时候他没报款 他没必要舔你的 就是我们说这个呢只是告诉你 你声音太小听不见 KK 啊 你声音太小听不见 我说 现在呢 听不见 现在呢 你问他们 太小了我这边听的有问题 是吗 我这里没有开啥呀 现在呢 声音很大吗 为什么我听的时候声音很小 没有呀 你再试试看 行吧 我听不见 行吧你们说吧 你们说吧 我是说我们说这事呢 是只是告诉我一下大家的就是这个背景 但是大家如果想要投诉啊什么的 就自己看了看情况 你按照你自己的来好不好 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 这年头花钱呢 还要反过去填人家 还要给人家解释什么东西 对 因为我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我就觉得他们是一个牌子 所以我就会投诉 这是一个正常逻辑 不是 我管理是不是一个平台 或是干什么的 我是哪一边 我不说 我就直接投啊 我就直接投诉啊 对呀就是这意思 我就直接投诉啊 只不过正好就是 正好发生这件事情嘛 所以正好就是问了人家 你问我这个事我就知道了 我就跟你们讲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从来不见信价嘛 嗯就是告诉你们 就是这两个号 确实不是一个渠道 但是呢大家就觉得 觉得也不是一个基因团队 对也不是一个团队 不是不是一个渠道 也不是一个团队 所以呢 所以呢 对人家总部这边也没有 也也也也没有 就是你你下面的人不上来做培训 就或者干什么的 就是就是只能说你去投诉到总部 总部可能也也没什么办法 因为不是一个渠道 就像前面前面说的嘛 说白了他们其实 其实他们之间还是有竞争关系的 对的是的 他们也是有也是有竞争关系的 对啊是3611的内部问题啊 就不是内部问题啊 对是内部问题 不开心的时候不不一样去投诉吗 该骂就骂 对啊就是该骂 因为我个人是觉得他要发蘑菇 我们没有意见 但是他发了蘑菇以后 又把又把咱们橘子给糊了 这就是有问题 因为大家都是大家都是消费者 你你糊的人糊人家的脸是什么意思呢 同样作为消费者 那个对接工作室是这个样子啊 抠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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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抠 就是线下的那个线下的服务员也好 甚至是店长也好 可能都认不得这家产品 是的是的 是有这种情况 出现这个情况了 对是有这种情况的 为什么因为有一些热卖款是不会是不会下到零售的 对我是觉得你发别人也就算了 你要3611内部自己协调嘛 该骂骂该退退啊 你这个这东西我又不是为品牌说话 真的搞笑我 我为他说话他不给我钱 我是说线上是确实是被线下坑啊 那你要线上的人去找线下的人算账嘛 对啊 是的呀 就这意思呀 线上的财报不好看了 他就会找到线下去啊 这就是他们自己处理啊 反正就又不缺这件衣服是不是 对 又不缺他这件衣服 该退退啊 不是那样的吗 不爽就退啊 对啊 线大就是总共线上这边 大中平台这边 知道谁是第一耶 但是你 人家怎么管你零数嘛 本身也在竞争关系 内部的一个竞争关系 就强化语权啊 嗯 大家都在强化语权呢 你不知道太子爷他们跟前总他们 其实内部有打仗的 哪个大公司内部没有矛盾的 我是不相信的 同样要挣业绩啊 你不可能 你永远都是你一家独大 不行的啊 那肯定是 要声音大一点的 财务报表就要好看 对 你就你就 反正你就 你不爽就对啦 对啊 你不爽你就投诉啊 你就投诉 你就要退货 都可以啊 有时候我就说了 就是去应援哪儿 去应援这个这个事儿 你你你让我就在我家门口 我都懒得去 但是你们要是搞团建 我就去 是我们 我们真的是全 全部都是 咱们橘子皮应援就是 去线下 都是大家去春游 都要一起玩 然后顺便看看咱爸 不是这样子的心态 我是这种情况 就是就是 我不想我花钱了以后 还被你恶心 所以的话 是的 因为我是我是上帝嘛 我说了算嘛 我花钱我 我还给你受气 我凭什么 我肯定要投诉呀 对吧 有啊 该骂骂该退退嘛 反正是 线上被线下连累 线下的线上的人 一定会去找线下的人 那个 搞的 对 是真是很正常 咱们 咱们团建的时候 真的 笑死了 团建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那边 团建的那些姐姐们 动不动就是 这个糖 那个 那个 那个糖 然后呢还有什么 面包 还有什么奶茶 就是轮番上 你知道吗 每个人都说 我就去参加一个线下活动 然后我就直接就吃撑了 你知道吗 挺好的 嗯 然后大家姐妹们 那不是 我是所有的明星 我最恨的一个团体 就是什么 所谓的后援会 还有什么 是 有所谓的一个组织的 呃 我是觉得是可以有地方的 地方分会的一些什么粉丝 地方分会 地方分会 粉丝地方分会 嗯 因为有可能他会去你那边的以后 如果说有分会的时候 的话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可以组织嘛 嗯 但是问题就是那种 就是 怎么说呢 呃 所谓的统筹型的 什么叫统筹型的 就是一个后援会 你他后援会的人 可能没有一个人去 他就是又输了人家的应援的钱 然后的话 一样当地的人去 然后的话 资金又给不够的那种情况 就自己身体私吞嘛 所以他会经常出现那种贪污情况 吞粉丝的钱的情况 就是被那些后援会的 后援会的那些 就是 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会当那些大粉的时候 很有钱 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他吞你钱呢 嗯 每个都吞 不只是我们家那种 不是不只是就是那个蘑菇他们那种 是每个明信的都是这种的 你发现没有说一针破头 都要去当那个大粉的那种 你看像那个什么工气包 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什么什么东西来的 本身跟你讲零几份钱 黑你爸的钱 因为本身又不是你爸的那边的人 呃 然后还还要收收蘑菇的钱 吞了多少蘑菇的钱呢 我跟你讲 你 你看像那个小鱼干 不是说就已经白白头 白头像了 你看他舍得走啊 不舍得走啊 你钱的东西 谁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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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 不只是你爸啊 你看花花他们家也是这样子啊 那华晨宇他们家 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他们的华晨宇家的 他那个后援会 就属于全国后援会的那种的 我说那你做议员的时候 不是有地方会会吗 为什么要要要 要要全国的 那个来做同仇呢 然后他又没去 是吧 他又不去 反而是 反而是分会 反而是分会 反而是分会的 就是在当地 你听你听歌吗 可以 你们听得到啊 我在看视频 反正就是 就是这样 然后呢 就是我就觉得 大家开心就可以 想去欠下 我跟你们讲啊 就说了很多的那个关系 只要跟钱扯上关系了 就不会纯粹了的 就不会纯粹了的 我都说了 像那个花花的那个 那个全国后援会 跟那个工作室 在这这 就是贪污 这个事情是很明白的 是非常就是 你明知就知道他贪污啊 他也给不出你账单的 给不出的 那你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嗯 但你还觉得 这些人还是喜欢 喜欢他挣住的吗 没有 他是喜欢你的钱 上次那个 上次晚宁 发了一条微博 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 基本上就是说 现在的蘑菇的 的那个路 已经走得越来越窄了 他们他们的目的 已经不是去粉咱爸 去支持咱爸 对 他们的目的 现在已经变成了 就是和我们对立 我们不爽 他们就他们就开心 然后呢 再加上他们的大粉 是除了赚钱就是赚钱 要的呀 要的呀 他们是是得 他们是不会那个的 就是不会管你爸死活的 也不会跟这样 然后就是很多那种正常的人 对 正常的人 会被他们这种 会被他们这种 风气给 逼得越来越 越来越 就是不正常 如果接受的了的 他们就会变成蘑菇 接受不了的 就会被他们淘汰 被他们 舍弃 所以他们现在就越来越 人越来越少 然后是留下的人呢 都是和我们进行对立的一些人 然后就是跟我们吵架 跟我们对立 不是追你们那种 不是追你们 就一定要跟你们干架 不跟你们干架 对 很多就是这样的 不跟你们干架 没钱的呀 他管你爸死活呢 吴姐开开房间了 他不会管你们死活 就是不会管你爸死活的 他一定要跟你们掐的 不跟你们掐 哪来的钱啊 所以你们就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那个 是不是 他们是不是在追你们 或者是干什么的 少制作多情 人家是冲着钱去的 你们顶多就是工具人 等会 你们就顶多是人家圈钱的工具人 啥算不上 被人家骂就算了 还要被人家利用你们去赚钱 说的就是 说的就是你爸的那些大粉 但现在他们的那些人 甚至是工作室 根本就不会关心你爸的死活 就一定要是要搞对立的 不搞对立的话 他们没钱赚的 他们这些人是冲着钱去的 不重要 我都看到了 你爸那些应援物 我爸被他们踩的 直接踩你爸脸上的 对的 哪里是去追你爸的 没有的 这些人是 这些人是去赚钱的 你先想想看他 他卖很多人 成本价才五块钱都不到 他卖得两百块 对 对他们很多人 只是不是那种的 你说你说 演唱会上看手机的那群人 嗯 但是那些人呢 至少还算是打工的 就是你给钱做那里就可以了 他们很多人都 就是还是粉丝 但是他们的 已经没有对公正有爱了 直接上来就跟我们干价 打电话去投诉 你跟三间这个情况有什么区别呢 我问你们 跟三间的这个情况有什么区别 就是贪污 赚这些钱的事情 是你情我运的 那你要模糊去打电话 你看之前的那个工气包 不是骗他们 就是那个假链接这个事情 就是直接模糊过去的 人家那个德佑都报警了 这个但是你的德佑不是受害人 人家德佑就是名誉权的问题 人家不是受害人 不是受害人的时候 那些人都已经是在假链接那里 花了钱的那些人 但是他都不去报警的时候 他警察就站在旁边 也是爱莫能助啊 真的 难道不是吗 每个明星他们那些大粉圈钱的时候 都一样的啊 因为受害群体太广了 而且就是受害人是 是不出来那个举证的 不出来举证报警举证的 人家不就是仗着这个的时候 花贪你钱吗 账目都不给你 爱给不给的那种啊 所以 所以啊 所以他们那里就是 属于就是 越往 越都是这种方向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两个那几个大粉 就是为了赚钱来的 德佑 没有 他们还问德佑是怎么回事 以前你爸代言德佑的时候 那个 我们这边的人去买的时候 都是去德佑的官方旗舰店那边买 官方链接买 然后那个蘑菇他们那边去的是那些大粉给的链接 其中就有一个工期包给的是假链接 假的链接 买了买了之后是没有货发的 买了之后没有货发 然后等了很久没有货 然后那个模糊去投诉的德佑官方 德佑看他们的给的就是连物流的那个单都没有 然后给他们的附近面类型的时候 人家德佑根本就没收过这些单 也没收过这些货的 然后人家 然后他们那些人就 那个蘑菇他们被骗的那些人 就说是德佑他们在那边骗钱 然后德佑气的就是报警去了 德佑去报警了 但是你看到杜已经明显这个样子 知道那个工期包有问题了 那还不一样 现在还是你爸那边的大粉 真的 好像叫什么 叫什么 反正就是也是一个 反正也是个德佑名字的一个号 反正 现在自从 现在自从那个 那个集资这个的管理是很很很严格的 之后的话 现在我都说了 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就是这些集资方式 你永远都想不到是什么样子的 反正就是上有对策下有对策的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他总是他能总是能把集资的 现在一般他们都会挂一个就是桌边的连接 然后买东西 当然很严重啊 德佑都已经发那个发报警公告出来了 嗯 对啊 全世界都知全世界都知道 那个我就说你爸的你你你 你爸脸丢丢丢完了呀 还还在乎这种 对啊 德佑怎么退款 德佑都没收到钱怎么退款 你要让他们 人家德佑也是受害人好吗 人家名誉权 对啊 但是德佑他不是受害者 你让他们磨过去找公私包退钱呀 对啊 德佑他只能去报警了 然后维护自己的名誉权 说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然后人家警察那边也给了证明的呀 也给了证明 说这个事情是属于诈骗性 诈骗类型的呀 人家德佑都说了 请大家选择官方旗舰 官方链接去购买 对啊 你都不是去人家的官方链接 这些地方去买了以后 那怪谁呢 难道还要我德佑来背这个锅啊 你都没在我这里买 德佑已经人近一近了 你们当时应该有看到 德佑特意还发了一个 发了一个那个微博声明呢 公告出来说我们 购买的链接是官方旗舰店 不要相信其他任何的链接和平台 对啊 那你看 你看都这样子 你们想想看 都这样子的 人家该是大粉还是大粉 该骗的那些 一分钱都没少 对吧 那内心受害者有说什么吗 什么都没说啊 那我不知道后续是什么如何 反正 跟母一模一样 母的母都知道张三金是假的呀 一直都被骗钱买那些抄牌什么东西的 那其实 他们其实也在中间 有商品啦 是吧 张三金他们这里起码还有商品 那难道不知道被骗吗 知道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些没有被骗的 你就明知道是假局 但是我们报警没有用 人家警察顶多告诉你说 对 警方诈骗 是 就跟 就跟前 前几天不是有一个 大粉也没给 也没给退钱吗 要是给退的话 这 这种这种事情还要闹到得有官方去啊 对啊 大粉说我也不知道 他就来个我不知道啊 钱反正是在的口袋啊 对啊 那你有什么证明说是他已经拿了你的钱吗 你就点他的链接 你是点他的链接进去买的 但是你又不去报警 你去报警的话说实在的 还真的能把这个钱给追回来 嗯 为什么 因为已经有 有 有你 点他的链接 他给的链接 然后你去支付那个后台的东西 而且是在国内 他不是在境外 他是在国内的时候 这笔钱追回回来不容易吗 容易得很 对啊 就是那些就是被骂的就被开除粉级啊 厉害的很 对啊 就是现在就是前面那段时间就是如果有人去说这件事情 那人家就说你你是黑死的 然后把你把你给挂黑了对吧 就这意思吗 什么这种大粉就应该抓起来 我跟你讲要是这种大粉都抓起来的话 我跟你讲每个地方的那个就是监狱啊 估计 装不下我跟你说 加上派出所都装不下 为什么因为每个东西都有这种鬼 这种鬼东西 对 是的 是的他 他都是有这种鬼东西的 你没有办法 唉 什么看聊天记录 不是 看聊天记录也不是现在啊 我有时候就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急什么 我现在我现在给你们看聊天记录以后后面的人来怎么办 就咱们可以后面再说来人来多一点再说吧 虽然我们已经被透我们已经吐完了 其实我我其实就是信不信我给不给你们看了没没所谓 我自己都不是很 这也没什么好看你可以简单说一说 也没什么也没什么能看的就这样吧 看了还要截图什么的好麻烦呢 唉 我看一下 哎呦我想想看怎么做怎么做长途来的 你要把你你要把好多地方都截掉 你的微信名啊什么东西都截掉了 还是不要这么复杂咱们就口述吧 什么呀 没社会平常 隔天记录我 你还没讲吗 对啊 这不等你来吗 等我来等我来 我觉得 我觉得 我家皇上 等你来分析分析一下心路的历程 太不容易 你先说你的我再说我的 没有 其实 感觉 我是觉得也没有必要po出来 因为你还要批来批这批那 你不要批了没有必要 就是 就是我觉得 口述就行了 没事 阿姐我难得正正就是正儿发警的说 说一次啊 我觉得就是我唐突了 这事其实我看完了之后我自己心里 觉得 其实你也觉得冒昧了是不是 嗯 我觉得抱歉了 就是就是 我跟你说这个事其实我我真的很不愿意去 嗯 嗯 就是 好笑啊 这些东西 咱们自己关上门来说 好笑 但是我能感觉到的就是 嗯 就是 我我我觉得我对不起你 我等不到这句话来 真的是以后再逼我 哎呀 总要总要尝试过才知道吧 不不不 他他还真不是这个 你知道吗 嗯 我觉得啊 这是我的感受一会儿阿姐在讲 就是 我的感受是 嗯 对阿姐这个人来说 他一直说话都很客气 就是 就是有时候 其实我 我觉得有可能你 会让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很冒昧知道吗 嗯 就是可能 我觉得也是也是因为他太客气了 所以你们会觉得有点 我很冒昧 我觉得很冒昧 有点不好 但是他他可能 我觉得啊 他可能没想那么多 嗯 但是我还是觉得 当初阿姐的反应 是对的 对 就是从从这个 就是社交距离上来讲 我 我祸害不了了 这种事情下次肯定不会了 嗯 看完了之后 咱们自己 不是我被查过之后 以后你们再说什么 我也不会去去去去 你不会不会去 嗯 对的 就是能够感受到 你们 你们要是看那个 就是那个对话的过程啊 其实是能明白 咱们想得到的回应都有 嗯 咱们想要的 他们对我们呢 就是态度也都有 对 但是从阿姐这边探出来呢 就是阿姐太倒霉 她 是的 也不能说倒霉吧 就是哎 这个心情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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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难说 这个心情 对你说你换一个人 你换谁 换谁去 可能都不会让我心里这么难受 是因为阿姐的这个位置 当然别人也问不来 对 嗯 就是阿姐最后 我们我们就是不停的去复盘啊 他这句话是这个意思 那句话是那个意思 可是品来品去等我自己静下来的时候 我在想 嗯 可能阿爸真的没想什么 就觉得啊 这个这个这个老师 他就是 他其实就是回的正常回复的一些 对 而且 他想要回复的事情 没准还觉得挺好玩啊 啊 那个他这个娃娃什么的 可是这个事是 是从他身上发生的 就是 就是最后 可能两个人要面对面的话 就两人一块在那抠手 我们先 是的 就是 怎么说呢 好嘎嘎嘎 好嘎嘎 就可能就会好一点 对 就是 就是可能阿爸 觉得哈哈哈哈回应一下 但是 哎我接下来应该怎么说 这毕竟是长辈 但是他磕得好酸哦 然后阿姐的是什么感觉 我他妈的 我 我何止于此啊 好了 哈哈 什么事 什么事就是 就是你们还记得那对醋憨吗 我不是说 说那个阿姐答应我 要去问问他要不要吗 就我4月1号发过去 没回复 我们俩还在这直播间里 我们俩还扯了一次桃花 我们俩还吵了一下 你们俩还吵了一次架 对 然后昨天恰算准时间 他那个361的直播完了 应该是回北京的路上 应该 肯定没事干 然后咱家阿姐就去了 当然这次是顺便 要主要是要问这个 我真不知道要去看那个了 对 要说的是 花花的那个 那个演唱会 问问阿妈要不要去 阿姐问的 特别幸运流失 我觉得她打字 已经把那个 手机都搓出火星子来了 我得赶紧说完 不能让她 不能让她有机会 就是 就是一个一个回复 我得都扔出去 爱理我 不理我 所以先问的是 有那个演唱会 我有那个邀请票 你们要不要去 然后就是 就 就把那个4月1号 那个图引用一下 这是你闺女 那个给的 我有一对 你们要不要 对 两个问题 对 扔出去以后 就爱怎怎了 就是阿姐截图 是把这个问题 扔出去之后 然后就给我们看的是 她单方面的截图 我能感觉到阿姐那种 站在悬崖上 我死就死了 那种感觉 然后10分钟吧 10分钟 等于10分钟以后 就回了 先回复的是 就是关于这个 演唱会的事情 特别用理 晚上好 白老师 我扔好了 白老师晚上好 然后先 先引用演唱会的 不然的话一会不死心 我放 我扔好 你要看 你 你把这两边都 都给 都都 还有你引用的那个名字 什么的都糊掉啊 啊我现在 我每个都看了 嗯 你先发到小圈里 让我们看看 不要你不要再给我弄出来 什么 你继续说 吴姐你继续说 啊 就是说那个 白老师晚上好 特别阳光 特别铿腔的一个探号 然后说 首先要回复我们的演唱会 哎呀 那个真的是太好了呀 但是我们五一一有安排了呢 啊 谢谢您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 那个引用 就密宿帮我检查一下 才无语 就是 他说 他引用那个娃娃说 其实我发出去的时候 我的手就是在抽火星 嗯 你自己的头像也要解掉 哦 我的头像也弄一下哦 嗯 对 他说那个 阿姐问他那个 这是 这个要不要你们闺女给的 我有一对 他说我要温温温 然后阿姐就 嗯 这脑袋上 第一个青筋本蹦出来了 阿姐继续回 好的 挺可惜的 花花演唱会挺好 我之前觉得 哲瀚挺喜欢他 所以我才问问 然后阿姐又说 一对娃娃你还要问啊 是怕 是怕曝光曝光地址吗 就是我觉得 我家皇上 真的对我 咋说呢 就是我这个托付 他已经 嗯 咋表示呢 就是我看到这就是心疼 其实可以对话结束了 但是他还是在努力 一对娃娃你还要问 你是要怕曝光地址吗 嗯 然后阿爸说 长沙的那个演唱会 已经去过了 去年的 很厉害 武艺有安排 有约定了 不好再改 然后 关于娃娃这个 这段话 才是让我们都无语 我知道这对娃娃 刚才和汉汉确认过 我们家有 很难买的 您留着做个纪念吧 还配了一个 露牙的那个 字牙笑的 笑的 emoji 我能感觉到 皇上脑袋上 那青筋已经蹦满了 但是他还在对话 好吧 我留着了 这时候呢 我觉得阿姐的那个反骨 就被激发上来了 他想查一句 啊对了 你爸拍照技术很好 挺厉害 武艺快乐 玩得愉快 然后 阿爸的那个名言 就又出来了 怪不好意思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 阿姐已经 可以给他们看了 可以给他们看了 我现在就是 整个人都不太好 真的 对 怪不好意思的 就是 你们可以看 看 我拉下给你们看 拉给你们看就可以了 这样子看得清楚吗 你们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就是这个是我 4月1号的时候 我真不骗你们 我真的就发这个过去而已 对啊 4月1号 咱们回复都没有 我们还闹了一通嘛 也不是啦 其实我也挺希望 他不回我的 因为那就是直接 这个事我就当中没发生 然后 然后我 我有在问他 我说我这边有那个 日出 日出演唱会 那去不去 他说 嗯 他说 不去嘛 后面我 就引用了那个图 然后后面这个是下面他回我的 那个那个回我的 我 我那个长途这种东西 我都 我都给割掉了啊 因为 因为我截图的时候 的话就是 因为他不是立马就回的那种 我们是 我是实时截图的 嗯 这都是产出啊 我是实时截图的 所以的话 我就把那个实时截图 就是上面的那个部分的话 就原本已经有的 我已经扣掉了 然后 看得清 看得清 看不清放大啊 看得清 你还看不清楚啊 看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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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面 后面他有 有回我 后面他说 就是这个样子啊 然后 我就大概给你们看就行了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我也不会发 发动态了 因为我知道 这些东西可能我直播回放都还没有 还没有上来 就已经有人传出去了 嗯 有的 看看完了没有啊 看完我就拉上去了 拉上去拉上去 拉上去 那就没有了呀 后面他说的感情层 后面我才知道他人家的感情层 是在李永浩那里 对 对 我是有点忍无可忍 我是有点忍无可忍 我就说 对了 你爸的拍照技术真的 就是拍照技术很好 挺厉害的 然后后面他回我一个说 怪不好意思的 我就是 那到底是你爸拍还是不你爸拍啊 就 就有摸铃良可那种感觉 你发现没有 其实他好像什么都回答 但是什么都没答 对 这是 就是我们 我们都在发呆 一边就是 啊 这个人 嗯 就是就是就是他每一 每一句都回你 但是每 每一句就是 就是 就是 反正就摸铃良可的 有啊你在干什么 你在你在收拾书包了吗 是吗 所以我就说他 爸爸帮你解采书包 确实 确实挺感性的 因为他要切换他的大号去给李永浩发 刷刷那个跑车 好 那你帮我把风扇给撞回来 爸爸不给开空调 你知道最近在广东这里开开空调 我开了小孩要感冒 嗯 可以了可以了你进哪些呢 就是 不止一对吧 但是有多少他不知道 对 他知道他觉得他认识 但他不知道他有没有这对 然后他要现场去申请 就是如果他 不是他们说要我练习什么 我可能在一年之内不会跟他讲话了 对这个 短期内 就别说一年之内跟他说话 昨天自打这个事完了之后 阿姐也不理我们了 就我说你觉得我很奢势啊 我不想说话 嗯 对很奢势 没有 其实我真的觉得发这个给他挺冒昧的 嗯 但是那个娃衣你还是弄过来吧 那个娃衣弄过来吧 我让我让真顺便给你妈吧 行 我都留好了那个娃娃领 还有演唱会彩排的衣服 像我人都裂开了 你们别说了 我就感觉觉得我很 就很冒昧吧 对啊 然后那个娃衣还是会寄过去给你妈的 因为你们真老师跟你妈关系很好 嗯 一味重要的关系 你虽然说只见过一面 我把那个大昏的衣服也扒下来给他 然后那个娃娃领那一套 就世纪拥抱那一套 还有演唱会彩排的两身现代装 三套吧 也可以吧 你看着办咯 一套他也很高兴啊 反正你看着办到时候跟那个中药一起塞过去给他 嗯 嗯 是啊你们真老师跟你妈就见过一面啊 就是上次去看无锡看他的时候 就是给中药给他了呀 后面把药方给他了以后 你妈又不懂 就说要去医院中药中医那边抓处方就可以了 他这个这这闲这闲那的又闲麻烦什么之类的 直接给你们真老师那边转钱 说要他用要他帮忙买 现在都变成老中医这边的客户了 那没办法 你们我其实我还不知道这事 我就昨天晚上我就很奢侈 然后我跟你们真老师说 以后我就说那你想知道这事的时候干嘛不跟我讲 我说哈 哈 我说那你要是寄过去给他们的话 就直接你跟我说就可以了 我说我跟你说有什么用啊 他说上次去武锡的时候 我跟张之汉这边有加微信 然后那个我给他寄中药 他好几个家的地址我都知道 他比如说他可能去回北京的时候没药了 我就寄他北京 到时候他回上海的时候 就是身上没药的时候 在那边待一段时间的话 我就给他顺风 就是反正就是那种一两天 就到到手的那种嘛很快嘛 甚至还有他成都家的地址 然后我说 怎么说呢 我说你这种事情 其实可以稍稍透露一下下的 早一点早点跟你说 对我是真的觉得是稍稍可以提醒 提前说那么一下下的 能不能不要等我 就是干了这种事情以后 我跟你讲了以后 你才跟我说 其实我直接寄过去就可以的那种 但是现在他既然说他们有了 那就算了 不然的话到时候 反而就是拖你们张老师下水 哎呀 啊不对啊 那娃姨也拖他下水啊 你留着吧你留着吧 我跟你讲既然有娃娃 他他的娃娃指不定还比你多 你自己留着吧 真的别记了别记了 你别拖你们张老师下水 你拖他下水以后他再也不理我了 嗯 这倒是 因为分寸感这个真的 你们张老师比我拿捏的还很准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们张老师真的当面问你爸的 我给你打骨折架了以后 你为什么不找我 然后呢 他说他要给小明他们吃饭啊 那么张老师就不想再跟他讲话了 然后就来了 就来了一句 你以后就是有钱都不一定有空离 对啊 又又又又又又又 又被划包了一年啊 控党期的这种都被包完了 震老师会有一个S加的一个局 但是听说 那个装罩这块 给的钱不太多 他转身丢给老二 他们丢老二 不管了 之前去武西啊 他武西有活动 他去过啊 嗯 都见过 那不然他中邀给谁呢 因为对安爸来说 他知道自己的脸是什么样子的 他也知道有曾老师的加成会是什么 说白了就是 他志不在此 不是不是 就是不忘本的这种 他跟那个小美好就很多年了 嗯 那小美只给他小括号啊 大括号小括号 你想看曾老师的作品 你去说华晨宇的演唱 2023年的演唱会就可以了 他作品很多 而且很出彩 还有蛮多蛮出名的秀 这有 他们聊保养 这有什么好尴尬的 男人啊 他们可是 这两个 不是 你妈不好意思 你不代表你曾老师 不会不好意思啊 而且你妈这个人 咱们曾老师 你妈这个人很逞强的啊 你妈这个人性格很逞强的 他本来可能说这个话题 就感觉你说的这么自然 以后他觉得 他不接这个话下去都很不礼貌 哪怕是那个耳朵都已经红完了 他还是会硬着接这个话的 你妈就是这种人啊 就很倔强啊 然后就觉得 我这种话我不接很私利 然后其实我也觉得 我很能聊得开 其实他很纯情的 但是他就会让你觉得 我是老师级的那种 但是别人看他的时候 就觉得他很幼啊 很幼稚 所以就很想撩他 很想撩他的那种 我就觉得他真的很逞强 特别是聊天的时候 就一定会要 就是本来可能你讲一件很黄的事情 很黄的很黄的事情 可能他已经面红了耳朵 但是为了就是显得他 就是开得开得玩笑 开得了玩笑 然后放得开那种 耳朵都用红到耳朵 就他硬要接 他可以是零 但是他得在上边 他硬要接 不是他硬要接 就那你们曾老师有跟他讲 在中药的那个事情的时候 已经红了脖子 都全部红丸 都红丸的应接 然后回来以后 你们曾老师笑死了 就说他真的好可爱 就你看到他 就是你 想欺负一下 你跟他不熟的时候的话 你就会觉得很高冷 很高冷 但是你但凡 他接受你的时候的话 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就会什么 就想撩他 那你们就说 那为什么 就是说 他跟你们曾老师 就为什么会在你们曾老师 面前没有那么局促 就是怎么一下就打开 那种 是因为人家在王盘的时候 已经建构了呀 人家有别的场合 有建构啊 而且曾老师 他超级艺人 根本就不需要 对我们俩反的 我是建你爸 他是建你妈 嗯 曾老师面对谁 都是这个样子 世界开口就是一堆 巴拉巴拉的 他能面不改设 被那个电脑包 那个鼠标垫 对啊 在你爸面面前晃 在你爸面面前晃 你为什么会觉得 他聊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也会觉得 要他 等会儿 我爸妈现在知道 他用那个鼠标垫吗 我不清楚这件事情 要是他在他们面前 面前掏电脑 他一定会知道 但是没在他们面前掏电脑 现在应该没掏过吧 应该没掏过吧 因为毕竟不是谈工作是吧 反正 就是啊 反正花花已经 已经是 是习惯了 反正花花已经是知道了 反正是 就是已经习惯了 那时候花花看到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说一句牛逼 是 是这样子的呀 嗯 是的 就就 你真的 你要 真说的 说 你要是 面对他的时候 特别是你跟他聊一点东西 稍稍深入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个人很单纯 很单纯 然后聊得很单纯的 也后的话 就又很要强 就各方面的都很要强 就聊天的时候都很要强 然后 你看到他要强的样子 也后的话 就是已经很手无局促了 手无局促 他已经很局促在那里了 但是他硬要强的时候 你就忍不住 又一定要逗他 逗得他 耳朵跟脖子都红弯了 你才放过他的那种 太可爱了 有画面 真的 好有画面 他是不是这样的人嘛 这种东西 也不是能编造出来的 他性格就是这个样子 真的 五分钟 他很 怎么说呢 你跟他聊这些东西的时候 是很纯情的 因为你毕竟还要告诉他 你怎么用药 是很纯情的 然后 你讲的时候 他很不好意思 关键是他脸红了 他没有意识到我 他没有意识到他脸红 也没有意识到他已经红到耳根去了 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 然后 然后 他 你跟他讲了以后 他觉得这个话要接下去 要是你这个话不接 也好冷场 然后是他会考虑这个 知道吗 你们会考虑这个 然后 但是吧 这个 他接下去的时候 这个话题就很劲爆 然后 他一接了以后 他更劲爆 以后他就觉得 呀 就是 好劲爆 但是我不接的话 这话就掉地下了 别人会不会觉得 这个话掉地上 然后会不会觉得 我开不了玩笑 我开不了玩笑的这种 然后 他又会 就想让你觉得 其实他也可以聊这个 知道吧 我靠 谁给我砸了一百朵啊 就当着 真正那个老司机的面 吓死了 这个 原力小子 你是我们家的人 怎么会给我突然间 砸了一百朵 我吓到我了 突然间 在我面前 跳出来一百朵花 一百朵 还有这种效果的 他一朵一朵的 没有这种效果 他一百朵 直接怼我脸上 怎么做到的 不是 他直接在我屏幕 就跳一百朵 撑 怎么 一撑 我刚才还跟你讲话的 突然间 你就吓我一大跳 我说 哇 有人给我砸一百朵花 谁啊 不是 这个原力小子 你是我们家的吗 他直接标榜一去了 他都十二级了 难得听 怎么 一看这个 你是香港 还是台湾的妹妹 这是 真的是 无与死 算算 就你 就你妈 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妈 你们 是不是发现 他性格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 他不想这个话 给掉地上以后 但是 在场没有第三个人 在场没有第三个人的时候 又觉得 如果说这个话 我不接的时候 他会不会觉得 我开不起玩笑 是不是 就我不像道 对 然后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 就是 我接这个话 也无伤大雅 我又无伤大雅 但是 无伤大雅的一个情况下面 他对这个话题 对于我来说 他又是一个 非常害羞的一件事情 然后他讲着讲着 就已经红到耳根 甚至有时候 有点小结巴的那种 他就是这样子 然后他应接 然后就是 你已经斗的 他就是 不忍轻再斗 他了以后 你就会结束这个话题了 然后你们这老师 跟他聊天的时候 笑死 他是这样子的 你妈性格是这个样子 你发现没有 其实他跟你妈说话 有时候也很要强 发现没有 就一定要在这个 就是嘴巴上面 赢人 赢别人 但是如果说 这个人是长辈的 一个情况下面的话 他又很乖 嗯 不是 我觉得 他是同辈的 一个情况下面的话 他讲话的时候 他想赢的时候 就无意识会撒娇 所以爷爷奶奶 肯定特别喜欢他 他想赢啊 他想赢你 他跟同辈说话 他想赢的时候的话 就莫名其妙 他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会变成一种杀娇 然后你就忍不住让他 你就忍不住让他 然后就会让他误以为 他嘴巴很厉害 就让他误以为 他嘴巴很厉害 其实都是别人让他的 然后他真的讲了 讲一点 无意识的那种杀娇的那种 但是他跟长辈说话 就是很乖 他真的是 人家看完 像他话他也接 有点分不清楚的 就是那种 反正就是这话 绝对不能在我这里掉地上 所以你会发现 他其实 你爸的话 在他那从来没掉地上的时候 是他一个 这个人的习惯 但是你爸这个人就很感动 他从来不会让我农场 但是其实是 他都不会让别人农场 我问你啊 那个谁真正给他送药 提前告诉他了吗 没有啊 是先去找你爸的 哦 就过去溜一圈嘛 因为都认识 所以当这药子 送到他面前的时候 剧主那边也认识 主要是剧主那边也认识 就是开后门的 又进去溜了一溜一圈 又看到他在忙 就问他你老婆在家嘛 哦 其实真的就当面问他的 你老婆在家嘛 他说 他说载我另一点东西过来 你爸问他什么东西啊 就就跟他说嘛 中药就是那个养生的 然后你爸 秒懂 你爸你爸就很乖的 告诉他在哪里啊 然后就就告诉他在哪里 然后他就打个车过去啊 他打个车过去 然后那个有关键是 你爸有给留你妈电话 然后又又又又又又又在微信那里 跟你妈说说他会过去 要他下来开门接一下 主要是认识 就是主要是认识 真的啊 你爸可能你就 也就跟我磕磕气气了 他要是真的 跟面对真的时候的话 一定要是非常客气的 是一定要很客气的 我也想到这里了 年龄不是特别大 但是辈分非常高 为什么 因为他跟杨树云老师他们 杨树云老师他们 是同一个老师的 但是差倍太大了 他很小嘛 那时候很小 是是做最后就是做他们师傅的最后一个地址出来嘛 所以他提前不知道 等到药送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CPU都烧了 可是他面上还在表着 还在老江湖 就是你爸有跟他讲说 真有过去 但是他毕竟离那个拍戏的地方并不是特别远 并不是特别远 所以没有给他多少这个时间准备 你爸估计也不会直接跟他讲是保养哪里 只是跟他说有前辈有长辈送东西过去 让他下来拿一下 但是他我估计你爸也没想到你真那个脸皮厚道会上去 嗯是的 曾老师能做出来的事情他们都想不到 就是他可能会觉得就是我送到小区嘛 我送到小区 然后让你妈下来就拿东西 声音小小小小一叮叮叮就可以了 就是他可能就想的就是 你爸你妈 曾老师会送到那个小区门口 然后你妈下来一拿东西 然后就谢谢 就谢谢就行了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 就是你们这老师就脸皮厚道 就是要上去喝茶 嗯 能是这老师只能干的事情 对他他就是跟你妈说 我要上去跟你讲一下怎么用 然后他说在门口说我不行吗 他说我在我在门口说可以啊 我怕你不好意思 我怕你不好意思 然后那个你妈就问他妈是什么妈 他说没什么就养菊花的 就是很那个门位都在 就是就很你们曾老师你们是懂的 然后你妈立马开门让你进来了 对没错 就是为什么会觉得你们曾老师不好意思呢 反正我是觉得 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会觉得很丢人的事情 说你们曾老师很坦然就是这个样子了 有时候跟他出去 就就就就还好 就就还好就是那种那种量要吐槽事情基本上不用脏水 就直接就来就比如说那种熊孩子啊 就比如说我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公共场合 或者是在一个餐厅公共的一个餐厅里面吃东西 别人家那种熊孩子你跑来跑去啊啦啊去的那种话他 他我跟你讲都不用的服务员上去他直接插腰过去指人家骂了 指人的小孩骂了 他就是这种人 你不也是这种人吗 没有我可能小孩子我会忍 小孩子我可能会忍 但但但但真的真的真的是我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前灯湖那里有一个吃月菜 月菜的他那里有一条走廊哦 他有一条走廊是进那个包厢那里的 他那条走廊那里的话他有一排那个鱼 那个鱼 养了那个小井小井里啊 一排过去小养了那个小井里 然后他的在那个鱼缸那里 又放了那个喷那个喷水雾的那个 然后他有那个烟雾疗药的 那些小孩子过去的时候的话就忍不住在那里跑来跑去 因为他是一条走廊嘛 又是有那鱼在那里那小孩子很喜欢去那里要尖叫啊什么类型的 就刚好那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在那个走廊正对面 正就是一走到走到尽头的一个一个房间 叫行私房 就是我们就在那个房间那里吃 然后他那个尖叫声音已经吵到你包间里面去 因为那包间其实装修的很豪华 隔音间挺好的已经尖叫到这种地步 然后女生老师在跟人家在这跟家里面说话 然后就讲着讲着 莫名其妙这个声音量就要讲很大以后 他就很生气了 啪就起来了 就直接那个筷子 直接啪的直接在桌上 他就直接看不出去了 然后你一瞄出去 他只在那个走廊那里 指着那小孩子里面破口大骂 骂完了以后 人家的小孩子全部都吓完了以后 他就很爽就回来了 对啊 同单充361阿姐也管不了 我开播就已经讲了 不想再就是讲这种品牌的东西 所以我对商务 影视一点兴趣都没有 也不会评价 所以很容易得罪人 我已经评价过了 主要是得罪人也已经评价过了 真的啊 你们曾老师真的 他不爽的是会直接说的 有一些人就觉得 哎会不会不好意思什么 就很抠脚啊尴尬的那种嘛 没有你们曾老师直接 就是擦油在你骂的 他是他是这种啊 所以啊他那个 就在那个保安室 那个小区门口那里啊 递给你们 就是就是你妈伸手 问他药 已经开门给他进来 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在 那个柵栏那里 然后他 你妈伸手过来 问他药的时候 他就说 我要跟你说清楚 这个药怎么用啊 你不 你不让我上去吗 然后后面 他说在这里讲也可以啊 后面 那个 他真的 那个保安就在那里 他就当你保面说啊 养菊花的 然后你妈就是 连忙 开门 连忙开门 然后让他上去 然后上去以后 就很立本正经的 在跟他说这个 重要的事情了以后啊 他就发现你妈 很好玩了以后 就一直在逗你妈 后来他就跟我讲 就他说 后来 就出来就给我打电话了 就说张志涵 真的好有意思 好 就好想逗他 是的 你说 就从小区门口 到上楼的这段路 怎么走的呢 可能每一步 都很漫长 你怎么能在路上说 没有 那这个 就一直上去啊 就上去乱里 以后 就 你们还会去倒水啊 嗯 也就会倒白开水的 啥都没有 也就会倒白开水 没有啊 也就是前段时间的事情啊 你爸在无锡的时候 不是二四年的事情吗 嗯 三四月份 三三月份的时候吧 是吧 好像是三月份的时候 三月份之前 他去他去无锡 你们这老师去无锡那边有活动 对的 其实之前就说过 他去他去无锡的 连在一起的好吧 他不在家 你他他在无锡那边 有点虚定恶的 我记得好像是放长假来着 所以他那什么时候去 长沙里面看演唱会 我都不知道 嗯 很尴尬啊 不是主要是 主要是 哲汉野院时 就是野院时 曾老师 对啊 毕竟还是给他 搞过造型的人 以前的时候有遇到过 有遇到过 年生无常啊 万万没想到 有朝一日跟这位老师 成为这样的关系 他跟你们 你爸跟你们 曾老师反而是真正的不熟 然后没见过的那种 嗯 对 反而还是我见过的那种 他他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怎么见过 然后时尚场合 什么之类的 因为等你爸 闯进时尚圈了 然后曾老师已经是 是属于退隐 退隐大佬这种类型的 也不算吧 不算是退隐大佬 就是那种 不需要再 在活动露面的那种了 你看像Andy他们 也不是一直 一天到晚在 在外面啊 是不是 谁在常常开演唱会 画成语啊 画花呀 我都不知道啊 他说 他说过我才知道的 嗯 不是 你们曾老师 他不会 他想跟你熟 你不会觉得 他是陌生人的那种 他见到你爸的第一句 第一句就是 你老婆在家吗 对啊 先过去跟导演 跟那个 他们那些老演员 那些人打招呼 才过去找他 就问他 过去那边啊 又过去问他 你老婆在家吗 过去就直接说的 过去你老婆在家吗 你曾老师是这样的 毕竟曾老师真的就是这样的 跟谁都是这样子 对然后这样子 然后问完了 以后他就问 他就问了 我给你打骨子架了 为什么不找我 他会直接问了 反正就是他不尴尬 他尴尬的就是没有了 对 然后他以后他说啊 给要要给小明他们 接下来吃饭啊 你曾老师发了个白眼就走啊 对 然后还说你们 曾老师要发了个白眼啊 吃饭不会靠手艺吗 好看机会 发了个白眼就走 他很正 你说要给 就熟人他们这些人吃饭 也很直白的跟你们这老师就说 那你们这老师说什么呢 翻个白眼啊 就说啊 靠手艺吃饭的人 还有还有讲人情 翻个白眼就走了 就是我问一下阿姐 假如 珍珍给安爸做过一次造型的话 会非常非常明确的看出来 跟小明有多大区别吗 哎就 你上到一个高度以后 你就下不来了 我觉得你爸也会有人 我跟你们讲 我跟你们讲 就像花花的演唱会 二三年的造型 突然间拔了一个大把尖 然后我还 就二四年就今年的 今年的那个演唱会的造型 下不来了知道吧 下不来了 本来就已经是 本来那时候说 说好的不是珍老师过去做那个 做做做那个做监导的知道吧 已经已经是他工作室的人过去 工作室 是珍老师的工作室的人过去的 但是二三年的高度在那了 你二十年二十年的那个 那个高度在那里的话 你起码要跟我二三年的 那个视觉效果一样吧 那个视觉效果一样吧 你突然间一当下来了以后 难受的是谁啊 难受 难受的是我 我跟你讲 我是花花我难受啊 我搞这么好的舞台 我装造跟不上 他这个会变成一个败笔的 然后那个 都已经 都已经 那个快半个月过去了 还火急火了的 要你们珍老师 去 知道吧 这个就是 其实很难 他们这些人 很难做事的一个原因 你会发现其实你们珍老师 他自己本人啊 他自己本人接的单子是很少的 都是他土地他们接的多 嗯 他不怎么去剧主啊 也不怎么去那些明星类型的 但是有一些事情他是得 得去的 也不一定算是 顺势他的 不是我跟你们讲啊 他有一些人 他署名在那里的话 不一定 你们珍老师这边 只是不会在 那个荧幕上面 那里出现他名字的 一定会出现他工作室 但是不会出现他 只要是他 左手的 你要出 出东西 或者是你要鸣谢 所以什么七七八八之类的时候 一定是 显示的是工作室 不是他本人 对 他不会出名字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是他做的 我多少也明白 你爸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如果说是 让你们珍老师做了一次以后 那基本上以后 都是给你们珍老师来了 那不然 那不然一下来的时候 你让你们珍老师做了 然后你再让小明再去做 落差感一出来的时候 我小明要被骂死 你爸自己也会做人的好吧 是的 其实他跟那个小明和那个 詹小倩其实也差不了 差得也挺多的 因为詹小倩也一直跟他合作嘛 詹小倩审美可以 嗯 詹小倩有几次造型还挺出圈的 就能看得出来有区别 是有区别 不一样的 但是而且对他来说 可能小明已经够用了 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再找珍老师这种的呢 什么 我说可能对他来说 小明已经够用了 所以他也不需要再找珍老师这个级别 不会当 但是也不会说是超 也不会可能就是合格吧 也不会也不会超超 经验到哪里去 但是也不会拉跨 嗯 不会拉跨 但是也不会那个经验到哪里去 反正 就是这样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嗯 上次 上次Andy老师做的那个就还挺好的 就那个微博之夜还是 出国的话 这样珍老师搞 还看尊重你爸 好吧 尊重你爸 对 他要找 他想找 他会自己 会找的 他会找珍老师的 他不找 他会有他的顾虑 好不好 就是 是的 他有他的顾虑 就是在我看来 我是能够理解 咱爸的意思 他为什么不找 为什么不找我也能理解 对吧 所以 有时候有些东西真的是上得去 下不来以后 你就很 是的 就 你就说 自从他就是说到男性 他吃过好的以后 再吃这些菜 他吃进得下去吗 念不下去了 他自己都过不了 他自己就过了 就是啊 而且 吃过好的 而且 就是我真的想 我虽然说他很抠 虽然他很抠 嗯 但是 你不可能 每次你找珍老师都要你 要给你骨折吧 就是啊 珍老师的价位在哪里 小明 十个小明都比不上 你说这个 对啊 你不能 你不能就是 就是 人家给你 对啊 就算是我 我真 我真一直给你骨折 你好意思吗 就是啊 但在咱爸的角度上面 我是能理解他 为什么不找珍老师的 嗯 对 对 再加上他 其实 其实没有那么大区别 就是 你让珍老师来画呢 可能 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造型上面 就是 造型 不是说妆容啊 造型跟整体的妆容 肯定会有一个 让你很惊艳的一个 一个改变 但是 但是你说 你说他又能标到哪去吗 就会让你眼前一亮 眼前一亮的这种效果 但是他现在在国内的话 也不需要这种 这种 他现在在国内的话 用小名可以的啊 小名多好 又便宜 又是手蚊 是的 说白了 就是一句便宜 不想说话 其实 其实主要还是便宜 再加上 他其实 他想想看 我第一次 你第一次给我骨折 然后你第二次还愿意给我骨折吗 要是一直骨折的话 我都不好意思 对啊 然后人家说 我装的好 你家老师的毛 那种的话 是的 不难听 然后还不如我直接用回 用回我现在用的 又便宜 对 他如果以后 有什么大活动 他觉得很重要 他可能 想要找曾老师的话 那曾老师可以会帮他 就像微博之夜那一次 安妮老师也是帮他这一次嘛 对吧 那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不能一直用 对 偶尔需要的时候 然后那种话是可以来 对 你千万不要对标花花 我发现花花真的是 花花是 舍得花钱 这样他要求也高 对 对吧 花花舍得花钱 然后又 又对自己高要求 所以一年一年的这样 这样就是找曾老师 对不对 你看人家花花二三年 不管是出席活动 不管是什么跨年晚会 不管是演唱会的那些造型 你们粉丝满意吗 反正我们 很满意啊 对 反正我们 我上次还正好看了一下 我觉得挺好 真的挺好的 就很有 怎么说呢 就是很有他的风格 就是他 每个造型都能找到 比较优势的那里 优点的那里 就是很 而且对他 跟他整个人都很贴合 对吧 他的那个头发呀 衣服啊 真的很合适呢 都是能看出来 每一套衣服都是 有那个 薄脸啊 对啊 对 都是 每一套衣服都是有那个 就是他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然后都能够 有这个有一个主题在里面的 气质也好 很明显 能看得出来 能看得出来 每一套衣服都是 都是经过设计的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 随便穿一套 随便弄一套 不是的 每一套都是有设计的 能看得出来 什么 你妈咪回来 也不一定能包得起 郑老师 不是说包不包得起 只要是需要 你发现没有 其实他们两个只要开口 很多事情是很 是很容易的 但是有些东西 我都说了 欠钱容易 欠人情很难还 你可能会觉得 大家有在科里面 CP什么之类的 然后 大家都是讲究一个人情 没有 你想太多的 再上研伤了 什么 再上研伤 是的 我也觉得 你们找老师免费 你得看下你爸妈 吃不吃得下呀 对呀 所以你让他们思考 而且曾老师 他也不可能 一直都免费 对不对 这 还是有 有 有那个考虑的地方的 你要你爸妈 自己斟重 这种人情 就是他如果 他如果 我还是 咱们就一直说嘛 他如果想要 请曾老师 不管怎么样 他都会请到的 对不对 对 就圆一小子 你怎么又砸了 吓我一大跳 不是 他那个 我看到之前 他没有人送50的时候 都没你这个效果 这一直要 就是上线是100多嘛 他直接怼个100上来的时候 他会砸我屏幕 嗯 所以我今天不说 我说原来我们 最大的人脉 是曾老师 没想到曾老师 一出手 就是 你知道的 真的 对呀 他也不说 他也不说 我跟他说 他说这种事情 很重要吗 哎 曾老师 就是深藏不露 真的 他会跟你说 这种事情很重要吗 只要很大 很无语 你们觉得很大 很大的事情 你只要去问他 都会觉得 这种事情很重要吗 然后 还有 就是 怎么讲呢 你千万不要去问他 什么 诚意 就是那个口哨歌 跟存品 他们这些人 千万不要去问他 问他就会疯 他就会疯了 你是在侮辱我的神美吗 我被骂了 这些话的 算了 算了 没想到咱们 咱们曾老师这么厉害 其实我也没觉得很重要 但是有时候经常 自己没逼我 去问这些东西 有都没的 然后我 就他现在害得我 老是被骂 真的 我现在已经要跟你们 我觉得我要摆谱了 你要跟我们远离一点 是吧 不是不是 以后你们让我去问东西的时候 说明砸一下一百多玫瑰 砸一下我屏幕 谢谢 给你花钱就可以是吧 给你花玫瑰就可以是吧 天哪 这句话说出去以后 明天要被人家 就一屁股骂了 要被抬了 那个姐终于 那个姐终于 那个姐终于要逼客了 终于要逼客了 那个那个 那个的 就是连那个姐都没有 那个 AC战那个 嗯 那个 终于逼客了 两年了 她终于露出了爪子 露出了她的地爪 嗯 她的真面目终于要露出来了 但是这种事情好像也吃了 KK哦 就不该问都问完了 就不该 就反正就已经这个样子了 就这样吧 你们贵妃最近 是要体谅一下她哦 贵妃最近就是搞钱 很辛苦 她听就醒了 然后她很累啊 有时候经常会听 是怎么 讲着讲着 她可能就睡着了 那种 对的 她突然间不在 你们也不用 那么那么的在意 可能已经睡着了 她很累 对我反正我今天播完 这一天我可能真的要 呃半个月后才才来了 嗯 正好你们好好玩一晚 全家旅游都可以都好呀 一起玩一玩嘛 对去看看海 对啊正好烟台那里 啥都可以看嘛 逛逛逛 其实玩水的话 还是比较想回广西 但是去烟台那边 只是顺便嘛 嗯 反正去一起玩 也去哪都行嘛 吃吃喝喝 休息就洗 多好呀 反正你们这老是出钱 我不管了 买一家人的 就是一家人的机票 全是她掏钱的 挺好的 不是你们还带了一堆车铲吗 送过去吗 啊对 让他们多吃点 然后花花也多吃点 对带了蛮多那个 那个那个腊肉 嗯 还有那个腊肠 没有腊鸭 腊鸭剩的那两 剩的那一两只 我给你们贵妃了 嗯 不是她有钱 是她本来时候是说 跟月月而已 要讲着讲着 全家都说要去了以后的话 她态度很大棒啊 对啊 正好难得有空吗 家里人一起都有时间 然后正好都是假期 那一起玩玩也挺好的呀 也不是 也不是是她难得 不是她难得出钱 是现在好像就是掏大钱 基本上都是她 嗯 毕竟她在外面赚钱呢 对人家也很 很拒绝的好不好 是的 我10点我准备就下了哈 我因为明天要去上课 嗯 你怎么明天要上课啊 5月啊 啊 5月啊 然后就是去上午啊 啊 哎 有时候学校也麻烦了 一天 她还给你扣个半天出来 是的 是的 来的时候就是顺便 那我们最后最后投点花花好了 对 没有没有 最后投点花花 咱们半个月就不能播了 对不对 对 最后投点花花 早上早上送她 送过去的时候 我的话就是中午 中午中午的时候 顺度过去接她 嗯 哈 你们那边 还有8分钟不着急 你们你们那边那个天气应该还好吧 明天应该不下雨吧 不是你们 漏水连飞跟那个 跟默默 你们两个是是是突然间怎么回事 哇我的屏幕一直在抖 我的天哪 你们 哎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谢谢你们啊 就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 哎呀 等一下 没看没想到他们还抄这么多花 没有他肯定这个肯定是电池买的 啊 你看我这屏幕一直抖个不停 我被砸晕了 天哪 我看到默默扬跟那个老板他们 老板也丢了 我的天 哎 在闭下想一些 是是是之前没怎么来吧 他每次来的时候 他又他都会丢 就是上榜的那种的 他一下子就过来 他一下子丢过来 对啊 我今天后台 我靠 我今天我今天后台有 我看我看了一下 哦我们今晚起码有三十多块钱收入 哇你们 这么高啊 哇我今天晚上 别别别 我不会一晚上 就是今天晚上是我 有史以来收入最高的一晚上吧 已经飙到四十多了 你们你们怎么回事 你们是通通电池啊 我这两天在实证博主那里送的多 不是那个胖胖胖 等一下我看一下能不能把他给拉黑 那个Kim是胖胖胖 我看一下我能不能把他给拉黑了 他说我这两天在实证博主那里送的多 你有钱去送那个 送那个实证博主 是吧 然后我看一下 能不能把他给拉黑了 也要把他纪念 你去送就送啦 为什么要跟我讲 我 你们真的就是少送那种100的 我的屏幕虽然说很好玩 但是他也不便宜 谢谢 是十块钱一朵吧 是KK 嗯差不多了吧 不是十个 十个电池一朵 你100就要1000个电池 嗯 他怎么一次性给你100朵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那个 那个默默扬 默默扬他也给我砸了 然后那个 落水连飞也给我砸了 我的天 我刚才刚刚你没在的时候 我这个屏幕一直在抖一直抖 我都看不清楚了 他一直在砸我那个屏幕 怎么看自己有几朵呢 不是他在后台告诉我的呀 他那100的直接砸我的桌上 然后他的ID是谁送的 他怎么看自己有几朵呢 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点 就你都能有 我点就能送 他一点的时候 直接选你一个100朵 然后他直接框就丢过来 他有电池的话 他直接框就丢过来了 他那个ID还是红色的 一条一丢过来 那个屏幕都是抖的 我就扶了 你们算了好不好 你们就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可是这样子 那个框胖胖 我就很想把他拉黑了 他跟我说 他说这两天 我在实证博图那里送了好多 然后在我这里 就是 那看不出来啊 自己有几个 为什么会对我这么抠呢 你要反省一下 为什么会对我这么抠呢 你去实证博图那里 也就能听人家分析 国家大事那种 你在我这里听八卦 是吧 你在我听八卦 听俊哲 难道这不更值钱吗 他居然去别人那里送钱 以后他我来告诉我 你可以不用告诉我 我不想知道 谢谢 就我不想知道 七行 去北京那里送回来 以后他还告诉我 谢谢大家 他们可能会觉得我 贵妃他们觉得我 可能要半个月不来 然后现在就是猛的砸我 今天晚上我们有50多块钱的收入 是不是有史以来最高一次 咱们的150你捐出去了吗 还没有 对对 月底兑现吗 不对 还没还没对啊 还没对到啊 还没对到 快快快 记得这个事儿 去找群组兑现 我们上次去干的那几天 不是就只有那100块吗 你知道他那100块 什么时候发吗 他100块说是30个工作日内 我要我一直去看 那个那个那个金厂署啊 他一直没到账 他一直没到账 我这是 真的是逼你 你一个奖励 这么抠 对啊 我干了三天以后就就他就算我两天的那个 那个那个有效直播 他那他那个有效直播以后他不是给100块吗 然后他说已经仓俗的一个 已经仓俗的一个一个形式过来给 然后我去看了我们那个金厂署 因为因为本来就很穷嘛 然后那个金厂署看了后面 他一直都不下来 这一直都没有 哦对了 那个我这边直播的时候说过一个特别好的姐姐 他女儿得了癌症那个事情 那孩子好了 不过挺久的估计他们现在可能不太记得了 那个孩子好了 输了干细胞 好了 他们家花了不到200万吧 那挺好的呀 不是你突然间你如果不到这200万 你你就是这个这个数字的时候让你觉得真的 你觉得过分又很过分 觉得但是人回来不过分呢 恶性肿瘤不就是你你你想活着不就是这个这么个事拿钱砸吗 不是我是觉得张张决就说200万的时候是很过分 但是就觉得人救回来以后就觉得也挺直 但是并没并不是很多人都 所有人都能给到200万 都能给到200万出来 甚至就已经可能都不会得到这个体积了以后的话人就没了 真的砸不了砸不了 所以好好社保这种东西医保这种东西好好教啊 社保这跟社保有什么关系 社保管不了 他说医保 他说医保 医保 医保管不了 社保就基本无险啊 你这东西 那个干细胞不受法律保护啊 在国内要做 你们有钱要做的话一定要找 那种进口的也也也也不在社保范围 啊 这有些东西不在社保范围 特别是那些进口的 这个干细胞完全不在 存储不贵 回收很贵 然后持续用就更贵 天下午还跟我通电话了 明天要去打那个针 但是现在变成一个月一次了 就费用降低很多 就属于往后余生了 不是海外 是国内做的 不是我乌鸦嘴哈 不是我乌鸦嘴哈 不是往后余生 是他往后余生都得注意 为什么啊 因为就是 呃 转移跟扩散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是最致命的 这东西不是说 你现在出现在好了以后 他就没有这个情况 因为这种情况可以高达到50% 所以往后余生的一个养生 还有健身健康生活 嗯 那天 这个是 他给我 癌症 前期好 前期好了以后就应该做的事 他给我看那个丫头 早晨不起床赖床的样子 小脸上有血色 我眼泪刷了一下就出来了 他吓过了 你也讲那么沉重的话题吗 哎呀 刚才他给我发微信嘛 我才没说话 是啊 我们开开心机呢 你突然间就这么重的话题 那好了 我错了 我错了 对啊 我突然间 就是不知道我要怎么接 为什么又很沉重这个东西 妈现在什么发型 啊 妈妈 妈妈现在 嗯 说不上 因为这个已经是 一个快两个月前的事情了 一个一个多月之前的事情了 那我现在也不确定 他这个头发他到底没有去剃 他这个真的很怕热 是啊 对啊 你一个不注意 他就给你来个AK小蜜猴桃 可是现在北京还挺冷的 应该还舍不得吧 嗯 我不清楚 反正就是那时候回来的时候 那头发还是有一点 就是 还是有点长的 那也不长啊 就跟美宝莲那时候差不多 嗯 你那儿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他天青的时候 他真的很爱铲掉他 你爸稍 你那儿 你有一对光身子的粗憨 对吧 哦 对 我还是把衣服给你系过去 你让月月玩 你自己换一换 穿上 好看的 行吧 还有那个弯弯的那个妹子 给你系的杯垫 还有那个阔箱片 我说你没有让我设置的东西吧 没有没有 那你要给我再上确认我 你要给我保证啊 我跟你讲 要万一有让我设置的东西 你要提前跟我讲 不然我让我在老宝贝他们面前 再丢人的话 你死定了我跟你说 没有没有 那些应该没啥 就是一些周边什么的 对 破箱片是他们成都 团件那个 姜佑老师画的 好看的 那就好 那就好 你可以把它挂在那个 车里面或者房间里面 都可以看见相似就行 你们看那幕 不是我跟他们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信任感 因为可能你们贵妃也觉得 这个鼠标垫不是什么大事 然后她跟我讲的时候 就让我拆下手 稍微注意 你特会从说 这对我来说是大事 这鼠标垫 那你为什么不只把跟我讲呢 我咋知道 你也想看我见 真的是 所以这种事情 细域感一旦有 就是特别是这块 有了一定裂缝了以后 要缝合真的很难 所以要是你寄过来的话 你不跟我讲是什么东西的话 我会偷偷秘密的拆的 为什么 我不想再当着家门人 再丢这种东西 然后关键是 你们那个 你们秘书很过分 你们秘书说 让我去买那个 那个很便宜嘛 就是他们 你们能去挂件了 我说买可以 但是你看上面写的是什么东西 我没让你买那个 我让你买别的 你看上面写的什么东西 我能挂得出去哦 那你有可能能挂的 万一郑老师喜欢的 对不对 他包娃衣的那个 那个那个塑料袋子 上面都是橡皮老师的 叮叮 但是远看到还行 好心塞啊 真的 我跟你讲 只要是你们郑老师 需要这种东西 我希望他自己买 并不是需要经过我的手 然后的话他再去拿 然后他跟别人讲 说这是我嫂子给的 对啊 他自己喜欢 我是希望他自己去买 好不好 他自己去买 然后他自己去参团 去买这种硕士的东西 然后他 别人一看 觉得很特别的时候 他可以说 我自己买的 或者干什么的 你看现在的鼠标店 我现在 你上哪买的 我嫂子给的 关于就是 你想这句话 我不用不用说的 我 就这句话 在花花面前这么一说 就就可尴尬了 对 你花花脑子里面 就各种问派 对啊 不是你去后台的时候 人家还介绍我嫂子 然后就是看你的眼神 对啊 就 关键就是这个 就你 就之前呢 就之前不是去后台 看他说他太瘦了吗 就那边 别化妆的时候 等你介绍 我嫂子 然后他 然后花花 一马就反映出来了 他就是 那个的嫂子吗 然后他说 那个的嫂子吗 我说 然后我看了之后 我说 哪个嫂子 他很饿 很 很 不顾我死活的时候 那个 乳店 那个 那个乳店所要 然后我 我看花的时候 就是他像秘密的 看你的时候 我很想跟他说 那种保重身体的话 那种话就是 爷爷在肚子里面 半天说不出来 然后 就是 撞了一圈 撞了一圈 就是假装 溜达了一圈 一回来跟他讲 太瘦了 好 吃点饭 在你的偶 在你的偶像面前 你这样子 然后 你拜我所赐 在阿爸面前 你也是这样子 他也 不是 他也不会觉得说 有什么距离感吧 但是我真的很想跟他说 我说 我还 我希望 我还是很希望 我跟后患是有距离感的 因为 我是打戏里面真的觉得 他是 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 就是 我不希望 就是下走入更多 他一个生活 我也不希望跟他 有什么各方面的一个接触 我希望他的私生活 还有他的思维 各方面的时候 是自由的 我们能见一面 能和儿竹 或者是他给我签 签那个 签那个 专辑 我就很开心了 因为我之前时候不是买他那个 那个五专嘛 他有一个 他有个封面特别好看 白色的 那个白色的一个头 还是那个白色头发 我跟你讲 那个装照就是他针他们出的 啊 好漂亮啊 我的天哪 那个 那个封面 那个白色的 那个CD的 然后后面 我我就是拿那个去给他们签名的 就是就是 就是那个时候 他介绍的 然后我 你知道吗 我拿着那个 拿着那个砖 五分钟 你想想一下我是什么心情 就是就是那张 是在我心目中 那个封面是非常神圣的一个东西 我就很恭敬的让他给我签 给我签下去 回来然后他就是一件非常完美的事情 然后他你们真老师就跟我 就是你直接拿一个介绍 我手指什么指什么七七八八之类的 我说你在拿那个那个专辑的时候 的话你就觉得我在玷污他了 然后就 你就很很想脱那个血栓 啊呀呀呀 那个给你们真老师击下 然后我就我就很尴尬 在你转了一圈 就是假装了一圈 又回来 然后我带了专辑回来 然后签字 然后签完 然后我就跟他讲 说瘦了 然后怎样 可以多吃点饭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就没有脸在说什么合影的事情 因为我满脑就想着我要赶紧走 对没有想过在没有想过什么合影啊 什么类型的 因为我那时候走路都快同手同脚了 千万然后我就走 就是他不会 你们这老师真的是没有办法体会别人 就是说就是想要的那种距离感 还有那种崇敬感 他只是觉得我很喜欢花花 然后喜欢听他的歌 人过中年晚节不饱 不是记得已经记得了呀 不是他他会记得 是已经记得你了 是根本就没见过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 关键是 现在阿姐在花花的脑海里 就是那个嫂子 就是没见过的时候已经知道了 然后见到你的时候 只不过是把那个形象跟那个脸对上而已 对呀 花花现在整个脑海里就是 阿姐的形象就是送他那个的嫂子 然后马上就 这个形象已经是挥之不去了 因为花花天天都要看到那个鼠标题 所以你知道这种感觉 其实我对你爸妈也是一样的 我并不想借助他们的任何的一个私生活 我是希望他们的私生活有一定的空间 然后我也不希望是 我去触碰他们一个私人空间 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是不是他们做艺人 那个流量很大的一个情况下面 这个已经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了 我并不想因为借助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就觉得我可以随便去打扰你 或是怎样的那种情况 我一直都觉得我跟你爸爸他们的关系 哪怕是现在做直播的时候 就是他拍戏我看 他拍戏我看 然后我只是画画他唱歌 我就听 我一直都觉得是要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我并不想要过多的一个交集 还有一个介入那种类型的 但是你们这老师就不太 都不太懂我的那种崇敬的那种心理 然后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很想打他 真的 但是你们这老师就会觉得 就会觉得 这不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吗 你们这老师啊 他不太明白我那种 但是我一讲到他这个 说胡君 说胡君嘛 我说他差不多就跟你跟胡君那种感觉啊 就是你们这老师这辈子做梦都想给你们 都想给胡君做一次造型 但是现在胡君已经很低调 已经不再拍映照这些东西了 对你们这老师看到胡君就是猛的尖叫 啊 我的猛男 我的行男 我的男神 你们这老师 是的啊就是目前也就只有胡君能让他这个 就是私场 所以我就说他妈 我就说其实大家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子啊 不要捞毁我形象啊 真的是 关键是你们你们知道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个样子了 嗯嗯 是的 你们是没有见过年轻的胡哥 我腿都乱 那个胡君我腿都乱 就是觉得这种男的我配不清 这种男的女的看到他都流口水的这种人真的啊 就是我突然间觉得他老婆好厉害 我就我捞不住了 我就我就捞不住了 他跟他跟他真的伸手伸手勾勾个手指我可能腿乱了 要爬得又爬過去的那種 你们是没见过他年轻的时候 就是你看吴俊娜他又高 他不是那种特别帅的那种 那种荷尔蒙迎命而来 就荷尔蒙的真的是迎命而来的那种 腿真的是软的那种 就是现在他老 他年纪大了 不是胡君你看这个人 你永远都不会看他脸好不好 哎 走了吼 走了走了走了 溜了 拜拜拜拜 走了走了 拜拜